我们在天津直播会上面发现了一架特别像从这个宫崎俊漫画里面出来的直升机 你看就是它 这边有它的名字卡二六 这块都已经特别斑驳了 包括这些漆都不是故意做旧的 因为这台直升机呢是70年代的一台直升机了 那这个卡莫夫设计局设计出来的直升机呢都是采用这种共轴双桨的设计 像现在师傅正在忙活的呢 就是给这个直升机安装它的桨页上三片下三片 那这种共轴双桨的直升机呢 上面的这个桨页和下面的桨页转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一架直升机你看上面的桨页就顺直针转 下面桨页呢就逆直针针 那有了这样共轴双桨的设计之后呢 直升机就可以不用这个尾桨了 那尾桨对于直升机来说呢 其实在飞比较低空的时候会稍微有点风险性 因为它很容易碰到地面的一些障碍物 那在这一块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设计 这个是不是很像公崎进漫画里的小金鱼 但其实它里面安装的可是钢铁心脏 你看一左一右各两颗的钢铁心脏采用的是这种活塞的发动机 八缸的那现在的直升机一般都是用的涡轮的发动机哈 好 我们可以再到这边来看一下 你看它的这个讲页的距离长度有多长 而且我只要倾听这么一波 弹性非常的好 那现在呢师傅们还差一片讲页没有安装完 我试一下班行吗 我觉得师傅已经发出了一些质疑的笑声了 我看看 来个能搬得起来 不行 再来一次 哦 可以 搬起来了 但是移动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我需要帮助 我在后面帮忙吗 我来 我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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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忙 把他跳起来 把他跳起来 对 你把他跳起来 你把他跳起来 先出来 把他跳起来 把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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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我的身高加上这个B站高等 后面要上梯子了 对 虽然上面已经有点了 但是他在底下这么挤着还是挺飞机的 哎呀 底下也轻松了 好 好 辛苦了 师傅 哎 我想问一下这一块为啥空的呀 因为这是因为它是一种农业的披萨制程机 所以说它需要在这一部分拉一些农药的药箱 或者是一些需要用处的货物 就是它这一部分需要留出一定的空间来进行对这些货物装载 装载一般装载这些焦点的地方 那这一块呢 它不是挂在这上面吗 这一块是让螺旋桨运动的一个齿文箱 它通过发动机传输过来的动力 在这个齿文箱进行减速 然后带动上边的悬翼进行运动 然后从而带动飞机进行运动 明白 就相当于药箱在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还有一个就是相当于往上走的动力 对 它是一个减速的齿文箱 它把发动机产生的速度进行一个减速 然后传达到旋律之上 明白了